高雄市捷運局舉行捷運小港林園縣廠商說明會 約7國共56家廠商參與 副市長林清榮表示 希望國內外的優質廠商與市府共同打拼 帶動當地整體發展 並提供居民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我今天非常高興地來跟各位宣布 我們今天是來作為小港林園縣 這個已經經過國發會在8月22號 由我民進主委正式組織的最終審查案 已經把我們的總和顧要報告 確定審查通過了 而且他的決議函的第一條 建請行政院能夠予以支持通過 那麼全案的這個總經費 大概是533.11億 但是我們也可以 隨著我們的需求 在跟中央跟地方 300多億是由中央 200多億是由地方來支出 但這條線非常的重要 這個整個的決定函裡面特別表示 它是個攻擊性導向的 大家想都沒想到說 小港林園可以有這麼一條線 我想這個是得利於 這個陳希邁市長他很堅持 那麼我們蔡總統也希望 這條線能夠往南延伸之後 過了高屏溪 然後也讓 把那個屏東給拉一把 林奇隆表示高雄市政府推動 捷運小港林園縣的決心 讓小港林園縣可於119年底完工通車 我們都市計畫已經全面啟動 對於林園幾乎24個里都跟他們報告 我們也很快就會進行 林園的都市計畫公佔 合計有180幾公頃的農業區 要把它變更成為可發展用地 這180幾個公頃其中有百分之 一定程度的公共設施之外 50公頃180的50公頃是做公園 讓我們這個地方 有一些新的就業機會 有一些集業人口 那最終我要強調的是 我們也運運了國發會希望在我們 這個所謂的RL456 這三個站他們希望我們能夠提供社會住宅 我們非常高興的同意 而且市長也有正式的政策表述 因為要讓這個系統上有一些捷運站 有一些社會住宅 年輕人住得進去 很便宜的住進去 他就是使用他嘛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培養醞釀的一種 那我在這裡也要特別允諾 我們在這個案子一旦能夠動工 今年的目標動工之後 119年通車營運 捷運局指出廠商說明會完畢後 將盡速依循程序公告上網招標 加速推動捷運小港林園縣各項準備工作 立拼今年年底前動工 記者李政道高雄報導 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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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